大家好 我是克里斯托马斯 为您带来与杜高斯贝电视共同合作的企业家节目 由本期开始 我将会为您讲述如何成为一个企业家 最基础的如何在商业中避免风险 以及商业模式 直到您明白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所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吧 而在下期的节目中 我将会为大家讲述如何成为企业家 好的 首先说到企业家 你的脑海中最先出现的词汇是什么呢 也许是战士 一个永远不放弃的人 或者是一个关键先生 总是可以化险为夷 但是我认为企业家是一个行动家 总是可以快速地做出行动 一个被自己的想法所鼓舞 懂得坚持的人 企业家是那个有勇气 独自面对不确定性的人 以及会做出明智选择的人 并且在通往目标的路上 善于克服困难和创造机会的人 同时你需要有激情 你要善于用激情去感染你身边的人 有时你需要变得疯狂 当然不是说我 我的意思是自信 在一个大的项目或者工程面前 最需要的就是自信 首先要相信自己 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 此外还有 什么是企业家的类型呢 你认为什么是企业家类型的定义呢 我可以给出三个主要的提示 首先是社会企业家 这类企业家总是可以完成沟通上的问题 而他们主要的任务不是关于盈利 而是关于取得社交上的成就和扩大影响力 第二种是综合性企业家 什么是综合性 意味着在处理管理业务的同时 也处理着公司项目上的业务 这类企业家要么失败 要么他就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因为他们投入的是最多的 所以风险也是最大最大的 他们将所有的一切给予一生 最后一种类型的企业家是这样的 在生活中 有人对于只执着于喜欢一种东西 并且将自己所有的热情 都运用在这个活动中去 而说到这里 我会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从1997年开始的每年的苹果盛会 苹果公司是我见过到目前为止 最符合这个气质的企业了 他们一直在执着于一件事情 就是改变世界 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 虽然不是行业规则的建立者 但是对于规则毫不在意 敢于将过去的成就抛开 重新再来 也许会让人们觉得无理冒犯 甚至是激怒行业巨头 你可以和他辩论 竞争甚至是厌恶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做不到的 那就是无视 你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 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要改变世界 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现在他们做到了 由此可见 疯狂的想法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我是杜高斯贝电视的合作伙伴克里斯托马斯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再见